可是呢,这从人打不出去之后啊,就是尸尘大海,左等啊,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眼看着,这一个月可就过去了,后来啊,这严静明才得知,这仆人刚出府上啊,还没到通州呢,就被内务府拦下来了,直接塞给了一千两的银票,让这仆人啊,带着那封信,就此跑路了。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今天啊,咱们聊内务府的最后一集,前两期的小片啊,咱们聊了聊,这内务府的钱呢,是打哪来的,和这内务府的官员啊,是如何的巧立明目,欺上门下贪污皇上的银子的,那么今天咱们就得说说了,这内务府就没人管吗?就没人管得了吗? 您还别说,自打这内务府建立的衣使啊,朝廷他就知道,这内务府呢,管着大量的钱财,在这的官员啊,他干净不了,贪污受贿啊,那是难免的,所以说呢,就让这王公大臣呢,贝子贝勒,亲王郡王的监管内务府,那么说管用吗? 不管用,谁去谁肥啊,内务府的这个肥圈啊,是成功的腐化了皇上家的这些亲戚和亲信们,这后来呢,就又有人给皇上出主意了,说内务府的官啊,不能让他们当的太长了,得时不时的换换,别把这些官员啊,让他们在一个位置上混熟了,养成大贪巨贪,皇上一听啊,这主意肯定行,于是呢,就这样做了, 谁想啊,内务府的这帮官员啊,他有的是高招,应付皇帝的差事,在中国历史第一大案馆啊,有这么一封奏折,又是弹劾内务府官员的,这奏折里啊,是这么说的,在道光十三年的时候,那年呢,这个内务府的总管大臣啊,叫克坦布,他的哥哥呢,叫齐克森布,一听这名字,您就知道这都是满洲人,这齐克森布啊,借助他弟弟的势力啊, 就在内务府谋了个差事,在哪啊,他是掌管段库,在任期的时候啊,就是一个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的主,横滑了树八了呀,没少忘家弄银子,到了一年以后啊,这任期满了,您啊,该滚蛋了,谁想啊,他借着他弟弟的势力啊,直接从段库补到了银库,好家伙,这回更厉害了,于是啊,就遭到了御史的弹劾, 说他们这个属于是互换游戏,换汤不换药,那么这内务府有没有监察机构啊,当然有了,这个监察机构啊,叫基查内务府御史衙门,在哪啊,这个衙门呢,就在智山门街五号院,您要是由北海再去这景山呢,通常呢,就走这个北海的东门, 从东门出来就是智山门街,您照直了往前走,哎,看见这个大高悬殿以后啊,这个衙门就在他的对面,要说这衙门可是不小,面阔五间前后三进的院子,雍正四年的时候啊,建了这个衙门,这里边啊,养着御史,是专门监督内务府的,可您知道,这么大的一个衙门,里边有几窝御史吗? 四个,就这样啊,在雍正六年的时候,这还被评为了先进的检查部门,这雍正皇帝说呀,这四个人管的不错,对这个内务府啊,监察的比较到位,说句不中听的呀,就指这四名御史,管三千多皇上家的家生子奴才,那是管的不错吗? 那是这四个御史啊,压根就不怎么敢管,就这样啊,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啊,这机构还缩减了,有本来的四名御史啊,改为了两名,并且呢是云贵二司的御史里边的兼职,但是啊,对人员有要求了,必须得是满人御史,到了这时候啊, 实际上这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啊,已然是啊,改了职能了,他们专门负责啊,内务府七思二院五十多个职能部门的账目核对,这一下子呢,这监管部门啊,就失去了他的权威和力度,那为什么乾隆皇帝要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啊,这乾隆皇帝啊,他不愿意人查内务府,为什么呢? 这内务府花钱如流水一般呢,有的呀,确实是因为内务府的官员贪末,但是啊,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钱款去向啊,是因为这皇帝生活太奢迷了,所以啊,这些账目他不愿意公开,更不愿意有人去查,乾隆皇帝认为啊,内务府的人都是上三旗的家生奴子出身,说白了,就是皇家的亲之近派,稍微的贪污那么点钱呢,不算什么 关键呀,是把差事办好,把这宫里的皇上娘娘老太后伺候叔父喽,您瞧,这想法不是混蛋吗这个? 他可是不知道啊,内务府这些官员到底吃了他多少的黑钱 有人就说了,这皇帝啊,男人,对这些事情难免啊,比较粗之大业 有细心的呀,这清朝不是有个慈禧老太后吗?那多精明啊,他就治不了这内务府吗? 哎,谁想啊,这内务府啊,贪污起来的简直就是混蛋是瞎子,不管亲戚当家子 这慈禧老太后的钱呢,他们是该挣还得挣 其中有一个原因啊,跟刚才咱们说乾隆时候的一样 他认为啊,这内务府的第一要务啊,必须得是保障我作为一国之皇太后的威仪和奢华 这讲的是排成,摆的是排面啊,再有慈禧啊,是从普通妃子熬起来的皇太后 他知道啊,这些太监和内务府的官员们啊,他是无力不起早 你不让他沾那么些包啊,他就不给你干那么些事 这有一天呢,老佛爷啊,想买一百支皮箱 于是啊,就问着内务府的堂官了 要是质本上一百口上好的皮箱啊,得用多少银子 这堂官就说了,这现在京城的皮箱啊 好的,能够让太后看上眼的呀,是六十两一口 那这十个箱子呢,就是六百 一百口箱子呀,那就是六千 这慈禧虽然是不出门啊,但是他总觉着 这内务府报上来的这个价啊,他有点贵 哎,说来也巧啊,正好这个时候 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严敬明来老佛爷这奏事 这严敬明啊,可是个正直的人,一生清廉 从来不会吃拿卡要这一套 慈禧啊,就问严敬明 呃,丹初啊,你说咱们现在京城这一口皮箱 到底多少钱呢 这严敬明就说了,哎太后,您还真问巧了 老陈我呀,前两天刚买了几口皮箱 是这京城啊,最好的皮箱 大概呀,六两多,不到七两 这慈禧啊,倒是没着急惊讶 他跟这严敬明说,不能吧,没这么便宜吧 刚才我问内务府,内务府给我报上来的价格呀 是六十两一口 这中职的严敬明一听就急了 说太后啊,他们简直是跟您胡说八道 这样,您给陈六百两银子 老陈这就出宫,给您置办好一百口皮箱 慈禧啊,就笑了笑说 哎,你也别六百两了 我给你七百两 咱们呢,也别立刻出宫就买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你呀,去帮我给宫里置办这一百口皮箱 这严敬明啊,向上扣头 跟这慈禧老佛爷说呀 太后,老陈我呀,要是按照这个价格 置办来一百口皮箱 您得答应我,要严查内务府 治这帮奴才的罪呀 慈禧呢,自然是城府很深 对严敬明笑笑说 行,就依你所奏 这事儿不耽搁啊 大学士领了纸之后啊 是直奔东丹,干嘛呀 东安市场啊,买皮箱去呀 可是啊,这大学士啊 知道把北京城所有的卖皮箱的店铺 都溜了一遍 也是啊,一口没买到 因为啊,还没等着严敬明出宫呢 这小太监呀,就把这件事啊 报给了内务府 内务府的人呢,赶紧出宫 通知所有卖皮箱的店铺 打今儿起,歇夜三个月 皮箱茶封是一口都不能卖 要不然啊,你就等着关门大吉吧 这严敬明一想啊 好,内务府,我是跟你杠上了 于是啊,就派自己的家人 拿着自己的亲笔信给天津到 他的学生,让他的学生啊 在天津给他采办一百口皮箱 可是呢,这从人打不出去之后啊 就是尸臣大海 左等啊,也不来 是右等,也不来 眼看着,这一个月可就过去了 后来啊,这严敬明才得知 这仆人刚出府上啊 还没到通州呢 就被内务府拦下来了 直接塞给了一千两的银票 让这仆人啊,带着那封信 就此跑路了 这一千两啊,足够这个仆人啊 花上半辈子的了 要是省吃俭用的话呀 花上两辈子也没问题 最后啊,这一跃期限已到 只能上殿交纸 慈禧啊,明镜这里边是怎么回事 于是呢,就安慰这严敬明说啊 哎,你也别放在心上 下回呢,这种事啊 要查清了再说 这个态度啊,就纯粹能表现出 这太后对这件事情的无奈 所以呢,这有清一代的内务府啊 直到宣统年大清国亡了国 这内务府的官员呀 才算停止了贪污 关于内务府的故事啊 今天咱们就讲完了 我要是有没讲到的地儿啊 您在评论区提点我一下 我呀,好照着您提供的线索 去深挖故事 我这儿先谢谢您了 我是啊,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天不早了 拜拜 咱们是明天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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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明天准了